第424章,前居后宫,五十万零食,就连林会长也不禁被聂黎的大手笔给震惊了,生意才刚开始谈,就直接扔出了五十万零食定金啊。 对聂黎来说,五十万不过只是九牛一毛罢了,因为聂黎的万里河山图之中,每天都不断地有大量零食产生,源源不绝。 但是对林会长等人来说,五十万已经是一笔巨额的财富了。 林会长深深地看了一眼聂黎,聂黎之身一人就赶来这无尽荒原之地,一出手就拿出了五十万零食的定金,看来背景很不简单啊。 看来聂黎说的,想要购买两百个天元神族强者的话,也并不假。 两百个天元神族强者,那至少是六百万零食,就算一些超级神宗,一下子恐怕也拿不出这么大笔的财富。 聂黎究竟有何背景?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既然知道聂黎的背景不简单,又何必为了这么几个天元神族奴隶而招惹聂黎? 既然聂黎有这么大的需求,而龙溪商会恰好是做这方面买卖的,林会长心中的怒火便消了下去。 林会长神情一变,笑盈盈地说道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何来历。 这个林会长就不必问了吧,就算知道了,对林会长恐怕也不太好。 聂黎会莫如深地说道,林会长有点摸不清聂黎的深浅,至于调查聂黎的来历,就算调查清楚了,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 哼,我只是随便问问,既然公子想要跟我们龙溪商会合作,那我们龙溪商会自然是欢迎之志。 公子说要购入两百个天元神族强者,不知道这话算不算数? 林会长看向聂黎问道,算不算数,就看林会长的诚意了。 聂黎淡然地看向林会长,说道,交易之前,我便拿出了五十万灵石,这五十万灵石,不知道林会长可以给我多少个天元神族的强者。 林会长沉默了片刻,朝旁边的一个随从看了一眼,在随从的耳边说了几句话,那个随从恭恭敬敬地退下,随即纵身飞掠而去。 聂黎也不管林会长做些什么,看向旁边的几个天元神族少年,拿出主仆契约,说道你们的主仆契约在这里。 此时几个天元神族少年,眼眸中流露出了不甘的神色,从今以后,他们就要成为聂黎的奴隶,永远地失去自由。 你们若是愿意跟我,我聂黎在此发誓,定然不会亏待你们。 你们若是不愿意跟我,可以就此回去,刚当的那些灵石,就算是送给你们的了。 聂黎看着这些天元神族少年,说道,这些天元神族少年面面相去,很显然,对于聂黎的这番话,很是意外。 旁边那两个天元神族的强者,赶紧跪下,对聂黎说道多谢这位公子。 我们天元神族重守信诺,一旦决定跟随,必定会竭尽全力,任何一个族人,都不会违背我们天元神族的承诺。 那六个天元神族的少年,也是纷纷单膝跪下,虽然有点不甘,但看向聂黎的目光,却是柔和了很多。 毕竟跟随聂黎的话,肯定比被卖给灵会长,要好太多了。 如今天元神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,食物的短缺,令族人越来越少,留在族中的,基本都是女性族人了。 天元神族,不太敢把女性族人,卖给外人做奴隶,因为天元神族的主仆契约,主人交代的任何事情,他们都必须完成。 以往有一些女性族人,成为了外族强者的奴隶之后,最后结局都极为凄惨。 而族中的男性族人,已然寥寥无几。 无尽蛮荒之地,没有任何食物,注定了整个种族会越来越衰弱,直至灭亡,这是圣地最恶毒的诅咒。 你们放心吧,这六个少年交到我手里,我定不会亏待他们的。 聂黎看向这两个天元神族的强者说道。 谢谢公子,这两个天元神族强者眼泪纵横,多少年了,他们被卖出去的族人,都是被当作奴隶猪狗一样对待。 何曾有人,有过这样的承诺? 聂黎看向那六个天元神族少年,哦,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了。 只要两年时间,两年之后,若是你们谁不愿意跟随了,随时可以离开。 我不会阻拦你们。 聂黎咬破右手,将鲜血滴在这六张主仆契约上。 聂黎感觉到,自己的灵魂仿佛跟这些天元神族少年联系在了一起。 这是灵魂契约,一旦聂黎强行催动,可以随意地灭杀这些天元神族少年。 只有签订了主仆契约的人,才能离开无尽蛮荒。 因为这主仆契约极为强大,离开了无尽蛮荒的天元神族族人,多半没什么好下场。 这六个少年没有回答,默默地站在了聂黎的身后,反正他们已经彻底地被束缚,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 到时候该怎么说,还不是听聂黎的。 他们只有默默承受而已。 他们六个人对聂黎的话,明显是不相信的。 不过有主仆契约在,他们只能听命于聂黎。 而且,绝对忠诚。 林会长看着聂黎笑了笑说道公子,还真是宽容大度。 六个天元神族的少年落在了聂黎手里,他什么都没赚到。 不过也只能算了,现在他是绝对不会得罪聂黎这个大主顾的。 旁边围观的人不禁小声地议论着。 刚才还剑拔弩张,差点就打起来了。 没想到这个少年还真有点本事,居然这么短时间,让林会长对他这么客气。 能不客气吗? 谁要跟我做这么大笔的交易,我也对他客客气气的。 片刻之后,林会长刚刚离开的随从飞掠而来,后面带了十个天元神族族人。 这十个天元神族族人都正直壮年,修为在龙道镜二重左右。 十个龙道镜二重镜的天元神族族人,绝无老弱并残。 我们的第一笔交易,不知道公子是否满意。 林会长微微拱了拱手,对着聂黎说道。 聂黎的目光在这十个天元神族族人的身上掠过,点了点头,满意地说道,不错。 以后的生意,就要林会长多多关照了。 那是当然。 林会长笑盈盈地说道。 第425章,至高神诀。 聂黎在无尽蛮荒边境待了整整七天,购入的天元神族强者也远超预计,达到了360个。 其中,龙道镜五重的两个,龙道镜四重的六个,龙道镜三重的五十多个,其余都是龙道镜一重和二重的。 那六个少年,虽然是龙道镜一重的,但是天赋不错。 年纪上又,值得大力培养。 这些天元神族强者,一个个全都跟聂黎完成了主仆契约。 边境小镇的一处别院中,聂黎右手一动,召唤出了万里河山图,将这些天元神族强者,全都收进了万里河山图之中。 这些天元神族强者,在无尽蛮荒这种天道之力,极其稀薄的地方,还是有这么多族人能够突破到龙道镜,到了万里河山图这种灵气浓郁的地方,修为必定欲发的突飞猛镜。 每一个天元神族强者,都是天赋极其惊人的,否则的话,圣地也不会在伤众的情况下,还不顾一切地将整个天元神族镇压在无尽蛮荒,并不下了那么恶毒的诅咒。 天元神族,有着得天独厚的资质,但之前毕竟条件太局限了,所以他们的修为,只能停留在龙道镜,现有能够突破五宗的,但是在万里河山图中,就不一样了。 聂离也进入了万里河山图中,看到聂离进来,这些天元神族的强者们,全都功利在旁,有点畏惧地看着聂离。 从今以后,聂离就是他们的主人了,就算聂离要将他们杀了,他们也不能有任何的反抗。 进入万里河山图中,发现这么一大片神秘世界之后,他们愈发得忐忑不安了。 聂离定然是一个非常了不得人物,突然买了这么多天元神族的族人,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图。 那六个少年也都睁大了眼睛,看向聂离。 他们一个个神经紧绷,充满了畏惧。 聂离淡淡一笑,看向其中一个少年,问道你叫什么名字? 回禀主人,我叫云灭。 那个少年恭敬地回答道,如果不是因为主仆契约,他是断然不愿意低下他高傲的头颅的。 云灭? 聂离走到了云灭的身边,右手放在了云灭的肩膀上。 云灭的身体微微一颤,他对聂离心中充满了畏惧。 毕竟他不知道聂离会对他做什么,这种生死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,对他来说,还是第一次。 聂离的天道之力,在云灭的身上扫过。 片刻之后,道你是天元神族的赤云之体。 适合修炼的功法,有飞羽神诀,时日神诀。 你想要修炼哪一个? 飞羽神诀? 时日神诀? 云灭愣了一下。 旁边那些成年的天元神族强者,都震惊地看着聂离。 还不快谢过主人。 飞羽神诀和时日神诀是我们天元神族制强功法之一。 但是这两部功法,在我们天元神族都已经诗传了。 能够修炼飞羽神诀,或者时日神诀中的任何一部,都是你天大的造化。 旁边的天元神族强者们,你一言我一语地纷纷说道。 听到这些天元神族强者们的话,云灭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 激动地说道云灭也不知道,还请主人恩赐。 聂离微微皱了一下眉头,沉默了片刻说道,那就修炼时日神诀吧。 拿出一张卷轴,将时日神诀功法,完整地抄录了下来。 你,你,你,聂离探查每个人的体制,对其中一些人说道,你们都适合修炼时日神诀。 整个天元神族,根据不同的体制,总共有三十六部至高神诀。 可是这些神诀遗失的遗失,残缺的残缺,如今却只有聂离身上有完整的功法了。 聂离把这些功法传授给了手下每个天元神族的强者。 整整一天,聂离才忙完这些事情。 主人,我有一事不明,不知道该不该问。 其中一个成年天元神族强者走了出来,看向聂离问道,他是两个龙道镜五重强者之一,叫玄宇。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吧。 聂离微微一笑说道,若是没有人问起,才叫做奇怪呢。 这漫长的岁月,我们天元神族早已没有了以前的荣耀,各种神诀也都遗失了。 多谢主人,让我们这些天元神族的后辈,能够再一次见到这些祖辈的神诀,让我有点奇怪的是,为什么主人身上却有我们天元神族的所有神诀? 玄宇恭敬地问道,这个吗?聂离明望远方,平静地说道,他们怎么来的,你们就不必知道了。 你们只需要知道一点,我跟你们天元神族极有渊源,以后不会为难你们就是了。 事实上,聂离这句话并不假,前世跟圣地的大战,聂离确实得到了天元神族的帮助,只是后来,整个天元神族都被圣地覆灭,连刚出生的孩童都没放过。 听到聂离的话,玄宇扑通一声跪下,郑重地说道主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仪式的神诀重见天日,我们感激不尽,只要主人有任何吩咐,我们必定竭尽全力,粉身碎骨,亿万死不辞。 如果说之前是因为主仆契约而为聂离效力的话,他们这一次是真心诚意地为聂离做事了。 天元神族是一群极为质朴的人,他们生活在贫瘠的蛮荒,得到外人的一点点恩惠,就会对对方感恩戴德。 他们的生死,本就把握在聂离的手里,聂离不用各种手段逼迫,拷打他们,就已经是天大的人词了,更何况,聂离传授了他们天元神族失传的神诀。 除了教诲你们失传的功法之外,我还要教你们一种天元神族失传已久的战阵,得要修炼不同至高神诀的人,才能修炼,叫做天元神证。 天元神证分为三才,陆河,八荒,十诀,三十六杀其中变化。 三个人随意组合,可爆发出五倍以上的战力,六个人随意组合,可爆发出十倍以上的战力。 如此类推,这种阵法,就连在你们天元神族的典籍里面,也极少记载。 聂离看着这些天元神族的强者说道, 天元神证?周围天元神族的族人们都疑惑地看向聂离,他们从未听过有这么一个战阵。 你们天元神族中修炼至高神诀的人,便已经少之又少,这个神证要多个修炼天元神族至高神诀的人才能施展。 你们没有听过这天元神证,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